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 红光科大美发造型设计系学生在助理教授吕佩云指导下 日前参加第42届亚洲发型化妆美甲国际竞赛 大一学生参加甲人头公仔比赛 大二学生挑战真人比赛 分别在潮流女子公仔减发 女子真人潮流减发 男子真人潮流发型三项比赛 拿下二金一银一同佳绩 学生节省零用钱去参加比赛 常从白天练到半夜 打败上百选手获胜 绿佩云表示 每年举办一次的亚洲发型化妆美甲国际竞赛 比赛选手几乎都是高手 红光的学生为了与业界接轨 把业界设计师当成是竞争对象 较美比赛经验的大一学生 以甲人头项目为主 大二学生则挑战真人减发 由于学生从大一扎根练习 打下良好基础 挑战真人比赛更能呈现目前的时尚潮流 也要感谢许多发品公司的爱护支持赞助部分的材料练习 才让学生减薪经费压力进行训练 获得女子真人潮流减发冠军的大二生里 比方指出之前都参加甲人头比赛 这次在老师的鼓励下首次挑战真人减发 比赛时起初很紧张 手不停发抖 后来稳定情绪专心减发才渐入佳境 比赛前先用甲人头练习至少六次 接住找模特练习至少四次 真人比赛要考虑模特脸型 头型 搭配到最北一 适合外观最重要 在女子真人潮流减发拿第二名的大二生辰指径 去年参加甲人头公仔比赛获得第三名 今年挑战真人比赛 他说 为了让自己更进步 从画设计图 讨论风格 找模特开始 去掌握整体美发造型风格 这次挑战真人减发夺银增添自己信心 接下来要准备下一场比赛 希望拿下金牌 在潮流女子公仔拿下冠军的大一生谢晋为 首次参加亚洲发型赛 他指出 看到学长子每年参加比赛的奖 期望自己也可以做到 因此 不敢浪费时间 假日借教室练习 回家后又继续练 每个月存下父母给的零用钱 进娱乐活动 都是为了比赛 夺冠很开心 把发型设计得很漂亮 很有成就感 希望在大学时期可以缔造更多比赛佳绩 拿下男子真人潮流发型季军的大二生刘 启称说 家里武农 每分钱得来不易 为了不让家人失望 拿到零用钱就会留下一部分当比赛基金 也帮人减发赚零用钱积累积经验 比赛前同学们一起练习 相互鼓励 这次虽然只拿下第三名 但是 她会继续努力挑战自己 我会继续努力挑战自己 要迷信